一座被尘封两千多年的大墓 一句与众不同的诗 它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一段故事 即将播出中华揭秘 相焚静墓探秘密 这是一处两周时期的静国家族墓地 被发现时已经被严重盗绝 2016年5月 考古队对其中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 进行抢救性发掘 如今发掘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被盗墓分子垂涎的是什么 墓主人究竟是谁 打开棺墓后 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 墓主人英年早逝 而且是非正常死亡 专家来到考古现场 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 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 2016年11月 山西省林坟市 香坟陶四北 晋国墓地的陶虎发掘工作 进入了攻坚阶段 正在发掘的一号大墓 墓壁和底部堆满了基石 这给清理工作带来了困难 难得的是它没有被盗 然后它这个上面整个盖了一层基石 在这个时候 这个基石一个就是为了防盗 一个就是它一个也是等级的一个标志 在清理一号墓基石的同时 一号墓北侧的二号墓也在进行清理 它规模稍小 现在能发现能够确定气形的有顶三件顶 三件顶 一件同豆 这个应该也是同豆 剩下的气形还不能确定 还有两件顶没有清理出来 现在能知道的顶总共是五件 今天想揭开棺果化成的泥土 目睹二号墓墓主人的真容 解开棺果化成的泥土 下面就是墓主人的尸骨 它是否完好 人骨胎已经全部是熟掉了 上面稍微一重力 稍微一用力 它连那个整一块就掉下来 所以这个盆骨的 从目前的发觉情况来看 它的这个隧藏品 主要是集中在 它的头的北边 棺果之间头的北边 目前还没有发现武器 从这边 它的南边来看 应该有乐器 所以呢 这也就是证实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 它是一个女性 它确实是和一五年 那个墓一 他们就是夫妻 是一对夫妻 墓中的青铜器 气壁很薄 在压力的作用下 损毁严重 考古队员们心中开始忐忑 上面堆满基石的一号大墓里面 会是什么样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 一号墓终于可以开始继续发掘 为了保护墓底的人骨和器物 不受损害 考古队采取了保护措施 因为年代久远 官国已经被压塌 这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他们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来获取信息 一号大型基石墓葬 墓底器物即将开始清理 拨开泥土 两千年前 晋国贵族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寒来暑往都转心移 在石头和泥土的重力作用下 他们已经改变了形状 在一个顶中 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寿物 可以想见 在下葬时 这里堆满了真羞美味 香气四溢 考古队员发现 一号墓中的出土青铜器同质更加优良 文士也更加精美 这与牧主人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有关 出来了 下面是有胶面 去年那个墓是他的男性是在西边 女性是在东边 我们今天我们专探的结果 他的东边还有一座墓 所以从他这个墓这样的位置上来说 我们判断他可能是个男性 但是具体的我们还要根据他的水账品 来确证 在一号墓的一角 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完整的器皿 因为偏安异余 他们躲过了石头的挤压 穿越千年的时光 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它这个颈部呢 是属于鸟咸蛇纹 这是个鸟 然后这是蛇 然后它的腹部呢 这就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 这边呢 还缠绕了两条龙 这种纹饰呢 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 是精品 确实精品 一大早 崔俊俊和同事们就来到了 位于工地西南三千米处的 陶寺遗址古观巷台 古人依靠他来知晓节气 指导农食 它大约建于五千年前 冬至那天 从第二条石柱狭缝中 可以观测到出生的太阳 观巷台都设在国家的都城附近 它为何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地呢 陶寺遗址 也是专家们认定的瑶东 曾经是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 能够在这里迎接如此大规模家族墓地的人 生前有过怎样的故事 在这沉睡了几千年的墓葬中 我们会发现什么惊世奇宝呢 一场锐血不切而至 这场血给考古队员们增加了大量工作 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因为像这种塑料布 我们如果这个血不及时清理的话 它天晴了以后它化成水 可能这个底下是绳子 可能重量它就承受不住 它会压塌 所以我们及时得把这个血清理掉 说是晚上要有人值班 然后隔两个小时下来就清理一次血 你看像日本的雪下得大了 以后房子都压塌了 一场雪使得墓下更加阴冷潮湿 盘起来的一个蛇吧还是龙吧 这种人是蛇 因为是蛇 盘蛇 是蛇 蛇吧 就是蛇 盘了一圈然后它头在上 估计人家以前也有的 没注意过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 这个木的很多元和蛇有关系 所以那个是镂空的 这就是那种镂空的攀蛇 就是蛇头 小蛇头 然后攀起来 残留的树木器图案 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他们就像一把钥匙 让我们得以窥见 两千年前 靖国贵族的多彩生活 在北方墓葬中 栖木器很少能够保存下来 但是从这次发掘的图案花纹推断 下葬时的栖木器一定非常漂亮 就它是今天 它是饼桶里面含的一种 加的一种胶 就是加物准 那是镜片给你看 惊喜啊 哇 这个那个漆器面积挺大的 我看骑冰这边 这个石杏上也有漆器 就是直线纹 它是不是一个单元 就是这种样子 这个漆器和这些 这个中庆在一块 就应该是它这个架子上的 这边呢还有金箔 可见当时这个架子 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全是手画什么 这看它每一条线 那个都是 不是说硬 全是手画的 骑冰就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想 挖出兵器 想发现兵器 想清除兵器 刚开始我们都认为它是座男性墓 结果发觉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发现 男性墓里边 常见的武器和工具 所以呢 看来这只能是一座女性墓了 如果墓主人是为女性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她为什么会被这样厚葬 她的丈夫葬在哪里 2017年的第一缕阳光 照在了香坟陶寺北考古工地上 为了将二号墓中的器物 早些提取到安全的地方 今天考古队员们放弃了元旦假期 墓下温度超低 出土器物被提取出来 进行研究和保护 在这个位置的 在众人的努力下 二号墓中的器物 被送往香坟县博物馆 随着时间的推进 一号大墓的发掘 也进入了尾声 它的器物保存状况 要明显好于二号墓 墓主人的骨骸 可曾保存了下来 不错 不错不错 把车屋子都进去 这边轻轻又有意思 关盖板下面是红的 关盖板是黑的 人身上穿的衣服 上面又扫着这些蛛丝 或者咋回事 打开关盖板 考古队员把浴室 从泥土中剥离出来 虽然被尘封了两千年 但一经发现 就散发出它特有的光芒 这是两个烟玉红 这应该是个窗屎 这是码脑管 这应该是从里面 穿过来的一个窗屎 下面就发现有这个 应该是布纹 应该是牧主人身上 穿的衣服之类的 有多层吧 可能应该有 应该有好几层了 现在能看见的有 大概有三四层 因为它这个纹理不一样 你看这个这种的 这个纹理粗一点 风格 这种的就细一点 这个纹理很细很细 这都是那个 进水以后的淤泥 有了淤泥以后 它可能有一些布纹 才能附着在淤泥之上 才能保存下来 很重 这是可淤不可求 下葬时 牧主人被美玉和层层 滑符环绕包裹 两千年的时光过去 滑符仍然留下了痕迹 牧主人的尸骨 是否也会有迹可循 这还有一个 这个我一样 我说 菜包好了去看看 虽然已经残缺不全 但牧主人尸骨的发现 还是让大家惊喜 土里边的一些什么微生物 一些什么PHG 什么酸碱度 都对这个 还有这个湿度太大了 都对这个人骨有腐蚀作用 所以难能可贵 它能保存下来 主要是有这层石头 不光是上面盖了一层石头 主要是底下垫的这件事 韩涛是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博士 他专程赶来对一号大墓中的人骨 进行分析鉴定 墓主人是不是我们推测的女性呢 让考古队员们差异的是 这具尸骨腹部 与众不同的状态 这是家族墓地中 规格最大的墓档 墓主人一定地位显赫 进行家族荣光 墓中没有出现兵器和工具 考古人员推断 墓主人是位女性 究竟什么样的女性 会在家族中享有最高规格的墓葬 借助当代先进的体制人类学研究 我们对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或许会有初步的了解 因此这具珍贵的人骨 被整体掀移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猴马工作站 进行进一步研究 货车驶入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猴马工作站 在这里进行保护和研究 2017年6月 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专业的 博士生韩涛 带着两位师妹 来到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猴马工作站 他们将对2016年 香坟陶四北 晋国墓地出土的人骨 进行取样 样本将带回吉林大学实验室 进行进一步研究 让人费解的墓主人的秘密 即将解开 这儿是这个 应该就是这个 当时在工地 他们说要整体提过来 但是看这个个头 估计得几顿重 应该 应该不能移到室内 就这样过来了 王老师呢 我就是过来摊摊墙 我们这个骨骼呢 虽然是保存下来了 但是它这个骨质还不是很好 基本上就是一碰就碎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尽量避免的 频繁的搬动 所以放到这儿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敢挪动 明天我们会 找一个叼车过来 我们就是短距离的 我们就在就近 搭建一个工作台 我们到个吊车 我们还是稳妥起见 还是我们等雨停了以后 再做搬运的工作 七米多的 我们这个人体 这个骨骼就 很难保存下来 它保存下来 我考虑的可能 它当时和底下垫的 一针石头有关系 各种各样的意思 为了确保尸骨的万无一失 王晶燕找来 猴马考古工作站站长 王金平 一起做协调工作 提供一套这个工作屋 最坏就是他们 提取过程中 甚至搬运过程中 里边出现晃动 坍塌 甚至然后填补 骨骼破碎 最坏就是这样 韩涛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两千多年岁月的新时 它的股市已经非常脆弱 在套箱和搬运过程中 稍有不慎 它就会遭到破坏 套箱打开后 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具侥幸保存下来的特殊的人骨 会不会毁于一旦 崔俊俊认认为人骨腹中细碎的骨骼可能是个胎儿 他曾经见过类似的人骨 只是和这一句不同 我自己发觉过一说 是在大河口那个墓地 是一座小墓 很小的小墓 不在肚子里 它是在那个膝盖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在大河口不是那个就是一个怀孕了 生出来了吗 它估计是 它是拿它死了吗 拿它死了最后才生出来了 死了以后生出来了 后来我查过资料 它是那种 就是死后呀 它这个 它这个人 这个会有什么 叫做巨人关 叫什么 就是整个肚子瘴起来 它有气 就把孩子给推出去了 大胆推测 小心求证 要得到结论 还需要更加切实的证据 还好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在套箱搬运过程中 稍有碰撞 脆弱的人骨就将受到损害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颠簸 选择了最近的一处空地 来进行开箱取压 把这个盖子瘴起来 让它再拉进去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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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会做错了 就是那个护板 要以后把这个盖子瘴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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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箱内的沙土掩盖住了人骨的真容 把它闹掉 不要干扰 没有什么驱虫的把这些东西逼走 敢不敢打药 嗯 有没有干净的小刷子 先把这些虫子刷走 揭开套箱盖后 开始搭建帐篷 保护人骨不受日光的曝晒和风沙的污染 考古工作者在套箱作业时 在人骨的上面铺上了编织带和沙土 这些沙土都来自木中 沙土被清理干净 出土于十米深的木中 又经过长途搬运的脆弱人骨是否安然无恙 兜住这四角往中间 防止这个土流到 不过本来就是木里面的土没关系 本来就是从那个木里面塞出来的土 不会有污染的 慢点 放心点啊 那边接着那边 那边接着那边 那边接着你也带着手套吧 那边接着那边 那边接着那边 那边接着手套 那边接着手套 再带着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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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最后再动 下坏牙都在这放 让他脑袋动着 看这个骨头现在这个情况是当时和现场看的差不多的 应该搬运的过程中还是基本没有损害 那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套箱非常成功 这座晋国公族家族墓地中行至最大的墓葬的主人 尸骨机缘巧合得以保全 他的左手是大概这个位置 就是左手手扶到腹部或者是左侧宽谷这点 然后右手大概他的姿势就得是这样 就是从我们发掘的那些人骨 他就是以后他就基本上就是双手就是这样的放在腹部的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以前发掘的那些人他不一样 对但我想就是他手这样弯而且这样成90度的话 正常人如果不公立他肯定不能一直这样 一松的话他就会下去 也不可能是继续砸下来砸成这样 因为他是这样一步是上下一个 人骨的不同寻常的体态让人费解 他为什么会以这种姿势被安葬 韩涛首先要做的是对人骨的清理和形态观察 这位享受家族墓葬中最高礼遇的墓主人究竟多大年龄呢 如果墓主人果真是位女性 他年纪轻轻怎么会享有家族中最大的墓葬和丰厚的陪葬 这个部位这个骨头绝对不是成年个体 这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然后这个颅骨特征从它这个骨面厚度 还有它的弧度 如果是动物的话 动物骨头一般骨壁会比这个厚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排除是动物的可能性 就是从它那个在整个成年个体上的位置 应该就是一个摊 你赶快去看看 还真是 之前都没能看到 越到那个范围 对 又有新发现 刚才看到它右侧宽谷这地儿 可能还是有摊的骨骨 一排一排的 特别小 特别细 这位被厚葬的年轻女子 竟然已经身怀六甲 什么原因造成了它英年早逝 分开的尺骨让人联想到了女性分娩时的状况 牧主人会不会是因为难产而死呢 当然它正常来说 人的两个是有两个在一块底的 但它这个分开度这么大 那这不是正常的状况 取到样本后 韩涛带着诸多疑问回到了吉林大学 此时正是吉林大学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体制人类学师生们依然在忙碌着 那在考古发掘中什么情况都会有 所以我们从体人学研究上 我们一定要拿到第一手的证据 朱鸿是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的开创者 也是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学的领军学者 他已经从事了近40年的相关研究 鉴定观察古代人骨数万例 韩涛没有想到 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朱鸿的质疑 我要是不是女性的 对吧 你比如说他不是在骨盆里的一个小孩 是一个成年的男人 死的时候放在他肚子上的一个小孩 怎么办呢 上面的宽度和下面的宽度 相差不是特别悬熟 就和这个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女性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了 那么墓主人是因为难产而死的吗 这个副产科学里面 这个呢是他的头 这个胎儿是即将入盆 还没入盆呢 进入到这里的去 这叫入盆了 你现在这头骨还在这上方 所谓的入盆 指的是入小骨盆 而小骨盆口 你看你这些骨头 都摆在堆在小骨盆口上面的 所以他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接把它判断成 是因为难产而死 有点证据不足 墓主人不是因为难产而死 那么会是什么导致了死亡 他的死因是不是和这个胎儿有一定的关系 那是绝对不敢排除 因为妇女在孕产期很脆弱的 会出现很多很多什么不定什么病 这位享有家族最高规格墓葬的年轻女子 她有怎样的容貌 但是这个人的骨骼并不是很纤细 因为他女性应该是没问题了 他要是个女孩 也是长得比较壮实的女孩 哪就成渣 都碎成粉末了 这里牙齿身边没有 牙齿有 但那个齿根都烂掉了 然后齿罐大部分也都崩裂 如果骨骼保存情况好 就会发现他生前都患有哪些疾病 能够发现他是不是生前 长期从事某一种工作 某一种固定的劳动 这些是都能够做的 如果我们再能够把他的骨化学的稳定同位素做出来的话 他可以了解他的食谱 他生前主要吃哪些个食物 是动物性食物还是植物性食物 是植物性食物的话 是大米白面 还是吃小米 小黄米 这些东西 如果当然再把他那个私从位素做出来的话 可以了解他是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 还是一个外来的疾病 虽然大致保持了人骨的形态 但骨质已经非常糟糕 能提出点样本来 然后让他做那个DNA 那就不错了 当然如果是能够那个肚子里的小孩是个男孩的话 那可能就更重要一些 在墓主人墓葬的西侧 有一座形质稍小的墓葬 考古人员推断 墓葬中埋葬着她的丈夫 因为被盗 此墓葬即将进行抢救性发掘 如果获得胎儿的DNA 或许我们能够对这两千多年前的人骨进行亲自鉴定 如果胎儿是个男孩 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晋国公主的基因密码 这是我见过往显最差的样本 是 这个 你看到的大部分是那个头 对对对这边都是图 对 晋国公主高规格的大部分 好 那我们以前还没有做过历史时期这么高 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 所以这个她能保存下来实际上是特别 特别稀少的 这样的话 这个就只能尽量试一下 如果她这种情况下 她的DNA污染会很严重 然后如果我在后期进行一些处理的过程当中 她会把她原有的DNA都破坏掉 所以不保证她一定能处理 在吉林大学的这座大楼中 有国内最早的专业古代DNA实验室 为了获得这个珍贵的人古样本数据 他们开始进行DNA采样 采样的重要环节就是去污染 在早期的古DNA采样中 如果去污染不够彻底 常常会得到实验人员自己的DNA数据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去除 它的所有的一个外来的一个DNA 特别是现代人的DNA 如果要是现代人的DNA混入到古DNA当中 那么我们后期获得的DNA片段 都将是现代人的DNA片段 所以说是防污染措施 在古DNA研究当中非常非常的主要 把样本放入酸中 这是为了去除外源DNA 因为女子和胎儿的骨骼保存状况不好 宁钞酌情将这个环节的时间做了调整 现在这种情况是 它整个人骨保存非常非常不好 就是即使我不处理的话 我都可能做不出来 这样的话有可能一处理的话 像它这个骨片只有一毫米的话 然后降解还很厉害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 人骨被打磨成骨粉收集起来 如果说是这对母子 如果它的DNA保存非常完好 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 比如说是眼睛的颜色 然后头发的颜色等一系列 如果我们要获得它的牙齿的话 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 它们生前是否感染了某些细菌或者是病毒 这样的话可能对它的死亡 有进一步的一个论证 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 终于得到了纯净的DNA溶液 如果能够提取成功 我们或许可以还原一段 两千多年前 近过贵族的生活面貌 漫长的等待后 我们即将得知DNA的提取结果 我们先往下铃请 好 每个月 我们下降 可以 尽管这两个样本的样本保存非常差 但是我们仍然成功地提取了这一对母子的DNA 提取出的DNA将进行测序和研究 这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 在山西乡坟陶四北晋国贵族家族墓地 墓前探得墓葬三千多座 其中规格最高墓葬的主人 竟然是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子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两千多年前 围绕这座墓葬发生的故事 一位正值壮年的贵夫人身怀六甲 却意外死去 悲痛欲绝的丈夫清尽财力 用超规格的墓葬厚葬了她的夫人 和未曾谋面的孩子 也封印下了自己的一片痴情 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礼 逝者已去 私物有存 或许通过墓主人及胎儿的遗传密码 我们可以进一步 接近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